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公司是谁 你觉得是Apple、微软、亚马逊还是Google呢 等一等啊 其实这世界上的有一家公司 它几乎是掌握整个市场 所有你叫得出名字的大公司 几乎都给它掌握啦 金融界的人对它的势力是俯首称臣 但是普通老百姓凡人的世界里面呢 这家公司是不出声音的哦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知道它存在 而且这一家公司呢 是掌握在这个人手上 Hello 我是Bonnie 我接下来会说个我每天做的事情 我需要你仔细数一下呢 这个故事里面出现了多少家公司好吗 从一大早开始 把我叫醒的闹装是我的苹果iPhone 我觉得今天早上不是很舒服 没有一天 那是过梅 所以我就吃了莫克药常过梅药 我准备去上班了 穿上Nike的球鞋 走到停车场 坐上了我的Tesla 开到公司 停好车之后呢 我经过了Starbucks 买了一杯冰美式 我到了办公室 把今天要完整的事情 写在了一张3M的便条纸上 今天要打一篇广告文案 于是我就打开了Microsoft的文件 用了Google走资料 中午决定要吃麦当劳 我用Visa卡付钱 最后呢 边吃汉堡边喝着可口可乐 还边划了一下Facebook 吃完汉堡觉得手油油的 所以我去洗手间洗了手 用金百利克拉克的纸巾擦了手 我忙了一整天 下班的时间到了 开车回家的中途 我决定要听一听新闻 今天新闻里面讨论的是 威瑞的新闻理由 我到家了 大楼的管理员跟我说 把你今天你有一个 Amazon亚马逊进来的包裹 打开发现 是我买的Honeywin空气清淨机 我趁等达美乐披萨 晚餐外送的时候洗得走 我用的沐浴乳是Johnson & Johnson 睡觉时间到了 我决定要追个剧比较好睡 于是呢 我打开了Netflix 我感受到了严重的选择障碍症 熟了半天不知道要看什么 于是又打开了Disney Plus 最后我还是睡不着 所以无聊就上了Trip.com 想想说今天的年假 到底要去哪里玩 OK 刚刚讲的这一个 日常生活的故事里面 出现了几家公司呢 把你算出来的数字 打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至少一定有几项 跟你的生活日常 是很雷同的 如果我跟你说呢 刚刚提到的所有公司 背后都有一个 相同的大投资人 他叫做BlackRock 贝莱德 你相信吗 这世界上呢 每十块钱哦 就有一块钱在他手上 你常常听人家说 这个公司的市值是多少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的市值是多少钱呢 没想过吧 2020年全世界哦 上市公司的市值是 93兆美元 BlackRock贝莱德 掌控了这世界上 10%的市值 10兆美元 这规模呢 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 也就是日本的GDP的两倍 也就是要两个日本GDP这么多 才能跟BlackRock贝莱德 市值是平起平坐 很可怕吧 美国几乎所有最大的公司呢 都有5%以上的这个话语权 是在BlackRock手上 等于是呢 每一家大公司要做决策的时候 几乎都要经过BlackRock这一关啊 规模这么大的公司 你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历史 非常悠久的老公司 但它居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公司哦 1988年才出现的 Larry Fink 这个名字你听过吗 他在金融界是一个传奇性的存在哦 不过这个故事呢 要从更早几年说起了 故事的地点呢 在美国的洛杉矶 主角就叫做Larry Fink 他的爸爸经营一家鞋店 他的妈妈是一个英文老师 Larry他在大学的时候呢 是在美国UCLA念政治 大学最后一年呢 Larry Fink多选修了一个房地产的课 他觉得发现新大陆啦 非常喜欢房地产 他不再想要追求政治上的成功 反而想要变成一个房地产大亨啊 他想要赚超多钱 于是Larry在24岁毕业之后呢 就怀抱着赚大钱的梦想 来到了华尔街开始闯荡 刚刚入行的时候呢 他还是一个菜鸟 每一年拿一个两万美元的这个年薪 加入了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啊 他在公司里面非常努力工作了三年 就变成这个公司里面的明星 靠的就叫做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不动产的这个抵押证券 他也成为部门的负责人咯 当时他把第一波士顿的收入 提高了百万美元啊 所以当时的传说是 只要Larry碰过的东西 都会变成金子 这故事呢 华尔街上下都是知道的 Larry Fink在27岁的时候啊 就即将要成为整个公司史上 最年轻的CEO 整个是势不可挡 华尔街到了1983年的时候 交易普遍开始使用电脑了 当时呢 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用电脑交易 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手续流程变得非常方便 不过愉快的日子 才度过几年啊 1986年 第二个季度的时候 一件悲惨的事情 就发生在了第一波士顿 当时Larry Fink的这个财务部门 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部门团队的人呢 预期市场上面的利率 即将会飙升 所以他们大量的到处布局 但实际上呢 利率是大大的下降 所以呢 他们的预期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第一波士顿 就亏掉了1亿美元的客户资产 虽然Larry Fink 他替公司带来的钱更多 但是呢 在位的Larry 他还是要负责吗 他就被解雇了 他感觉就非常的气馁啊 因为呢 当时预测错误 数据是因为电脑的后台出错了 给出了错误的数字 才导致大家判断错误 所以Larry懊恼了一阵子之后 觉得这样不行哦 他觉得电脑交易系统呢 这水平还是太差了 他觉得他必须要 自己来干点大事情 来挽回自己的名声 1988年 包含Larry Fink的其他七个人 都有相同背景的人啊 相聚在纽约曼哈顿的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 决定要开始创业了 创业资金500万美元呢 是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黑石 Blackstone的联合创办人 Stephan Gate 既然这个Larry的 这家新创公司呢 是黑石 Blackstone底下的 那新创就取名叫做 BlackRock 贝莱德吧 两个都是黑色石头的意思 贝莱德 BlackRock 他们花了很多年 来开发了一款 风险管控的这个软体 叫做阿拉丁 阿拉丁 他利用一种叫做 蒙蒂卡罗模拟的 这个演算法来测试 投资在各种情况之下的成果 用这样的软体来找到 这项投资 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失败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会失败 你就避免掉这个情况 对吧 蒙蒂卡罗模拟呢 是一种利用数学来预测 不确定事件可能出现的 结果的这一种技术 电脑呢 他会分析所有 过去历史的资料 然后跑出他们所预测 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 1999年 BlackRock的股票上市啊 他们的成长模式呢 开始变得像龙卷风一样 到处并购别人的公司 把竞争者都买下来了 每一次收购一家公司 BlackRock被来得的声势呢 就变得更庞大 通常在危难的时候呢 市场恐慌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 掌握机会趁虚而入啊 就像大家总是说呢 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 都是在熊市创造的 市场不好的时候 这些掌握先机的人呢 可能就在牛市会报复啦 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 刺激房贷席席卷全球 雷曼兄弟是被破产了 好多公司好多机构 一个一个都倒了 但是贝莱德在这个时候 以非常迅速的速度 抓住机会 强力的扩张 2008年9月13号 Larry Fink 从纽约要飞去新加坡 他要去跟这个亚洲主权基金 来谈合作 就在Larry还在航班 飞行的途中的时候呢 华尔街当时是天色大变 因为雷曼兄弟倒闭了 美林证券也被美国银行 以500亿美元来收购 另外呢 当时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国际集团AIG 也在一个很严重的 这个财务危机当中 苦苦挣扎 随时都要垮掉 美国的财政部呢 跟美联储 当时就找上了Larry Fink 问说你们BlackRock贝莱德 能不能来帮忙处理 国际集团AIG里面 这些不良的证券 因为官方说 我们自己处理不了 这样的事情 你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BlackRock 有一个叫阿拉丁的 风险管控软体吗 金融海啸出现的时候呢 让很多公司意识到 风险管控是需要投资的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 让阿拉丁这个软体的 需求量是大增了 另外一个角色出现了 当时呢 英国第三大的这个银行 叫做Barclays 在2008年9月16号的时候 他宣布了 要用很便宜的价格 收购倒掉的雷曼兄弟的 北美投资银行 跟资本市场的部门 Barclays很开心啊 觉得啊哈 捡到宝了 这么便宜的这个价格买到 没想到买到之后 发现死定了 这数字一看 根本很难补救啊 买到一个烫手山芋了 Barclays眼看这事情不妙啊 Barclays必须要找到方法呢 来找到现金流 于是他们就端出了自己旗下 非常值钱的BGI 叫做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 为什么这个BGI是超级值钱呢 因为BGI旗下有一个超级成功的 ETF品牌 叫做iShares 当时iShares的ETF 在美国的市占率是将近一半 快要五成 BlackRock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一次机会呢 他们一看觉得 哇这么值钱的东西居然要卖 直接买下来 就是这一次的并购行动 让BlackRock背来的一下子就变成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iShares的强项就是ETF 那ETF又是什么呢 ETF是BlackRock最核心的一个产品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不同篮子里面装了不同主题的这个股票 比如说BlackRock会推出某一个大企业相关的股票ETF 或者是说跟石油天然气相关的ETF 或者是说跟军火相关的ETF ETF就可以让投资人很轻松就用很低的成本来分散风险 那所谓很少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 只要让我们能够解释到这些货币的货币 我们来说黄克克的S&P500交易投资金 黄克克在投资者每一千元投资 ETF投资呢在过去这几年变成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 ETF的市场呢又分别被三大家公司占据啊 黄克克是最大约的 约为35%市场的市场 接下来是Vanguard和State Street 两个地方是15-20%市场的市场 数字显示呢过去这十年里面 所有市场上面投资到这种基金的资金 有八成都流入我刚刚提到的这三大公司里面 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都有提供 比如说S&P500指数基金的话 那是不是就等于这三家公司的这个产品 投资的项目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S&P标普500指数嘛 美国500家的这个上市公司嘛 那理论上来说 如果都是一样的产品 最后的表现是不是也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这三家公司要怎么去区分自己的产品 竞争力就比人家好呢 关键就在于投资人用户 需要给这些公司的费用成本上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大者恒大 因为他们的量大 所以他们可以承受给用户更优惠的费用 少收你一点钱嘛 所以呢他就会收获更多的用户 就这样无限循环下去哦 贝莱德 BlackRock不只有这样的优势 他们还跟美国政府的关系 看起来是非常紧密 创办人Larry Fink刚好也是 对这个政治操作是非常的熟悉 他在大学念的是政治嘛 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世界上的市值 每十块钱就有一块钱被 BlackRock 贝莱德掌管 但真的很奇怪 你去看一下这个 BlackRock的资产 所以有一千多亿啊 跟大家说掌管时照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很多所谓BlackRock 贝莱德掌管的资产呢 其实都是他客户的资产 但话说回来呢 BlackRock很多时候都可以帮他们的这个客户 来表决投票的 BlackRock 贝莱德跟刚刚提到的先锋领航集团 合计持有Fox 福克斯18%的股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16%的股份 NBC CNBC 13%的股份 CNN 12%的股份 还有Disney 12%的股份 所以外界很多看起来 这些大公司新闻媒体 都是竞争对手啊 在台面上呢 是打到不行 但实际上呢 都是贝莱德具有话语权 当媒体的话语权 都是掌握在很小一群人手上的时候呢 那结果很可能就是 他很好掌握新闻事件的走向了 对吧 之前我们这支影片呢 说过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 正在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申请比特币现货的ETF 光是这个消息呢 就带动了比特币大涨一波啊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才惊觉 哎哟 BlackRock对币圈的影响力也是很可怕呢 不要说是币圈哦 只要跟钱有关系的 BlackRock的影响力都是非常惊人 今天这支影片看完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吧 而他这一支充满力量的手呢 也往加密货币升过去了 所以如果你还觉得 你懒得研究加密货币的话 恐怕今天回去睡前要想一想啦 建议你接下来呢要回去看这一支影片 里面会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BlackRock是现在用什么样的计划布局比特币的 因为我相信啊 如果BlackRock在这个时候读比特币 那是有原因的吧 也问问大家哦 你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对BlackRock这家公司的想法是什么呢 选择题咯 你如果觉得哇 一家公司可以拥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利 真的太可怕了吧 你觉得这很正常乐见其成 因为你觉得强的公司大本来就是应该的啊 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社会嘛 你觉得天哪 我居然不知道这世界上居然有权利这么大的公司啊 我吓傻了 我希望你喜欢这一类的影片哦 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接下来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 当然呢 BlackRock还有其他的一些话题可以讨论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告诉我 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